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 时尚先生 时尚先生的主编 江湖人称大豆 我们一般就叫他大豆 看上去有点像个大豆 可是大豆一样营养丰富 但是吃多了你也消化不了 anyway 我们今天说呢 这个节目不讲什么高大上的话题 但是我其实觉得今天的话题是比较高大上的 我们要讲的是AI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话 呃就好像是 经常说的共产主义要实现了一样 经常在说 经常在说是马马上就要 呃会对我们生活有很多影响 呃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个这个matrix 这个叫黑客 骇克帝国 中国翻译骇克帝国 就是他描写了一个前景 是完全这个人工智能 把人类完全控制住 完全控制住 人就变成了一个电池 其实我个人 就是我有的时候在在在比较深的去想这个事情 就是他到底对我们怎么控制 后来我发现很简单 我车上的GPS不就是对我的控制吗 对吧 我以前当我开始用GPS的时候 我经常会想 他是不是指错了 这玩意可靠吗 我觉得好像不该怎么走 然后我就会和这个机器进行对抗 如果我我我我选择 结果我选择的路99%是错的 他选择的才是对的 慢慢的我就对这个GPS产生了依赖 我不再去自己找路了 我为什么还要自己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我相信那个机器的判断 那GPS对我我 他就是一个很早期的或者很潜在的 或者说很朦胧的一种控制 只是我自己都觉得被控制的很舒服 因为我不再需要去想怎么去选择路了 GPS帮我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呃 所以这引发了我两个思考 我想请请教两位老师 一个就是说 这个人工智能会让我们觉得如此的舒服 如此的方便 我们为什么不去信赖打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当我们失去了选择的时候 我们不再选择了 先今天是路我不再选择了 明天你的职业呢 后天你的婚姻呢 大后天你的你的生活目标呢 这些都实际上理论上都可以用 AI去给你解决人工智能给你想好了 你不用再去做选择了 你明天是买青菜还是买肉 人工智能马上告诉你 你的胆固存太高了 你明天买蔬菜吧 你的这些选择都没了之后 我们人生的意义又在哪 这是我比较纠结的两个地方 但是他主要还是来自于像科幻的 那个那个那个那他描写的那个前景 那包括像matrix啊 包括像美丽新世界啊 这样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的 那样一个世界 还有就是AI他会不会 呃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题目叫觉醒 他变成了一个魔鬼 他他来杀人类了就是呃 terminator 这个这个叫什么 终结就终结者 这个电影描述的那个他来杀人类 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这个科幻爱好者 我看看你你你看过哪些 我看过的这个我们在八九十年代 有很多反映这种科幻 或者是对于未来社会的一种想象的电影 但是呃刚才艾瑞说的这种AI控制 已觉醒了能控制人了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呢 哎在半个月前 或者说在今年七月底的时候 在谷歌有这么一条新闻 呃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甚至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恐慌 这个是什么样的新闻呢 我给大家复盘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谷歌的工程师 那他是发现他们研发的一款人工智能呢 他认为是觉觉醒了有自我意识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位声称 呃AI有意识的这个工程师呢 他目前呢是被谷歌炒掉了 他就是被解雇了 嗯 那么呃根据科技媒体在七月下旬的报道呢 这个公开声称谷歌大模型呃中文全名叫对话应用程序模型 就是LAMDA这是个缩写 这个LAMDA的对话式的人工智能具有感知能力 呃那么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呃有觉醒了 这个工程师叫布莱克勒莫英已经被解雇了 他甚至不只联系了谷歌的他的高层他的上级 他也联系了美国的参议员办公室 嗯 他就是他就是可能是作为对于这个AI觉醒有担忧的这一派 但是呢 这些领导怎么怎么怎么回应他 但是领导 不是把他开了 我觉得我觉得领导会说你是不是科幻片看多了 对对 然后有因为他本身这位勒莫英呢他之前是军人 嗯那么他有有很多讨论他是不是有什么呃 呃从军的一些心理创伤啊或者是他有一些 一些自己的问题嗯 那么但是谷歌是先把他呃 把他休假带薪休假这也是这种科技公司的一个一个比较惯用的程序吧 嗯嗯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说呃 你的你作为一个这种公司的雇员你没有这么业绩 那么公司可能会先把你放在一个激励组里面嗯就是说 总之就是不认同他不认同他然后呢 最后就是谷歌 他说先把他呃因为他认为这个勒莫英违反了保密协议 因为本身他们研发的这个AI他们这个人工智能嗯 他是商业机密嗯所以呢 先说你违反了商业机密你你告密了告诉了公司以外的人 先让他带薪休假最后呢又认为他不符合谷歌的这个公司的一些 规定就把它开掉了那么现在来看这个不是暂时还没结束 因为这个勒莫英还在寻求更多人的支持嗯 让更多人去认同他这个观点就是这个AI嗯有了意识 我觉得他是代表社会对AI这个技术的一种担忧 就是很多人都会担忧就是AI会不会觉醒 会不会给给给人类造成一些一些伤害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都还比较远就是所谓觉醒 不管这位工程师他是怎么看的起码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觉醒这个字啊就不太好定义你怎么去认为他是觉醒的 其实我倒不是特别担心这个觉醒的事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工程师我真我真有点感觉他好像是科幻 看多了小杨一讲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哥们可能科幻 其实我对你刚说的那个GPS人类被GPS控制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 就是呃其实不光是我们被GPS控制 我们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我作为尤其我作为媒体人 我感觉到最大的是我们被机器算法控制了 社交媒体的所有的平台他都是 他都是用那个机器算法来给你推荐的对 那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八卦的新闻 你可能都会点开看一下对 但机器就会认为哦你对这个感兴趣他会不停的给你推荐 你其实是挺烦这个的 但是他给你推送的呢你会情不自禁的点开看一下 就最后变成说你真的你的你的信息会就不停的 你的你的那个信息世界里就全都是这类的信息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呃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说大数据很危险 就是从大数据就能轻易的看出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习惯对爱好 大家都说的这个引起我两个想法 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对这个就是这个算法 他对观众是一个训练就是你你在看这个吧 我就更给你推这个更推的更多的话你就看的更多看的更多 你接收的信息更多反过来会引起你对他更有兴趣 他对你这个观众是个训练 第二个他对这个发布者是一个训练就是说发布者发了这个信息以后 他发现有大量的点赞大量的转发然后他觉得很有存在感 然后说不定当一个博主啊什么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去制造这个这一类的信息 那么这实际上是机器的算法对人的两种训练 就你你不是我算法去满足你们的需求 而是我算法通过满足需求 让你们更加的符合我这个算法给你布置好的这个路 对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做媒体 他在传统的媒体里 他是有一个叫新闻守门人的这个概念的 就这个守门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给你看的信息是经过一个守门人去把关的 他觉得这个信息有价值或者是可靠或者是怎么样啊 就是我才会才会把这个信息给到你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会比较喜欢某个专栏作家 或者是某个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啊什么的 那我看到的是这样经过筛选的信息 但现在社交媒体不同了 社交媒体变成机器把这个新闻守门人就给踢掉了 对 机器给你推的都是他他认为你会感兴趣的内容 但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就是变成说你越那个所谓低俗 或者是越越极端的信息肯定是看的人越多嘛 最后变成说我们的整个的信息世界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 全都是这种被机器推给你的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控制啊 对 比如说你被GPS控制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GPS真的他是很准确的嘛 他其实就不存在那个所谓有没有筛选的问题 但是当信息被机器控制了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在被机器控制了 对我们看到的全是这种极端的信息 你包括说就打个比方就说 你觉得川普如果是在社交媒体之前 就没有机器算法的时候 怎么可能当总统 对对对对 你说这机器对人类的控制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他帮美国选了个总统了 但是我这个你你你这样讲的 我倒是有点有点引发我一些其他想法 你说现在这个社交媒体 他对主流媒体是一个冲击对吧 那这个冲击的话 他就是主流媒体有一个开门人 有一个主编 对有小羊这样的人给你把关 看这这新闻不不靠谱 川普这样说不靠谱就删掉了 那么这个社交媒体的话 包括Facebook推特这样的 他是靠机器的这个筛选 靠算法来给你推那些比较比较惊悚的 那么你觉得这个是算法对人的控制 但是我反过来 我也可以说主流媒体是小羊这样的精英 对人的控制 一个是算法的控制 一个是精英的控制 对吧 你像你像以前的以前的这个呃 主流媒体为什么像川普这样的人上不去呢 因为他的信息到了到了这个呃主编这一集的话 就被你这个这个胡说八道 就直接不不给他发了 他的曝光率就会很低了 但川普的话他就用了这个社交媒体的这种 呃算法的不能叫漏洞 他算算法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越是惊悚的越是仇恨的 越是能够让你群情激愤的 你会不断的说哎呀这个候选人 他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 我就是想想那个不让移民来的 他把话说出来了行 我我去我去这个转发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算法的这套东西来胜利 这个也是一个机器就是信息社会 就是 ai 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这是可以讲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社会实验性的东西 所以后来川普这个政权到后面的话 很多人包括议会都开始讲怎么去规范 社交媒体平台对信息的传播这些 就这个即使对美国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当然你不希望回到中国那样 你动不动就 对中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 说到算法可以控制人们的生活 我这边有个例子是可以 可以间接的说明算法 对至少对电影制作来说 并没有什么好处 那可能很多人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 那就是网飞的大电影 或者是高成本的那种制作 我们知道网飞本身是一个流媒体平台 你是说奈飞吗 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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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多翻译了网飞奈飞 或者Netflix 这种英文直译 那么网飞呢 一开始他只是个串流平台 那么现在呢 他也是他往两个方向 也在走一个是往质量走 他想争这种学术类的奖项 比如奥斯卡奖啊 这种奖项 第二种呢 他也是想做成那种高成本的电影 大制作 但是大制作电影 包括我看过最近的几部 这片我也不点名了 呃 他们的他们做广告 对 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大制作上亿美元的 这种成本的制作呢 他们背后就是靠算法的 他们他们在开这个应该我我幻想啊 他们在开这种呃制作的片子的通缉会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有一张表 嗯 他们会统计他们的主流年龄段 想看什么想看什么想看哪个明星哪些明星最有人气 他们会根据这样得出的一个统计数据来来制作他们的剧本 制作他们的这个分镜 嗯 甚至制作就是做整个后期啊 比如说有人更多人喜欢看飞车 但他们就多塞一点飞车追逐的场面 那么更多的人喜欢看某一个明星 那么他们可能就在某一个明星增加一点戏份 但是呃 如果镜头前的你看过这些电影的话 相信你也知道这些电影看完之后可能呃 也不是那种特别爽片的感觉 也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爆米花类型的电影 嗯嗯这是我自己能想到的一个大数据 对于我们的生活不太好的一面 就是他他就完全去迎合市场对你想要啥我给你啥对 完了以后呢这个市场反而就缺乏新气感了 我想要点我没想到的 对吧对就我我觉得那个刷小视频就会给我这种感觉 嗯就是你会因为那个视频的那个那个你会不停的去刷 对对那你那简直是个毒瘤 对我自己都会很生气 我自己就简直就像就像是呃可能这个比喻有点过分啊 就像是吸毒或者是呃就我们年轻的时候手一人这样的感觉啊 他给你的那种那种反馈 那你这个小视频都没有没有什么转成起伏啊 什么铺垫什么都没有上来就是高潮 对一刷十几米十几秒就是高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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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让你高潮 然后然后你就想我我就再刷一个我再也不刷了 哈哈哈就会有这样的你对自己都会有这样一个控制 这个应该就是跟呃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跟人类行为有关 就是说我们喜欢吃薯片喜欢吃薯条 嗯就是这种重复的行动嗯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并不是说会会用用到我们脑中的一些高级的回路或者神经 他就是一个本能本能我们但是机器就会说感觉是啊你对这个感兴趣 对对对但不停的推荐对对那会不会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会更往这种 呃会激发就是我们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并不太好的影响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一样市场经济这个原则 他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嗯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吗 但是呢人类社会他不光是一个是市场不光是一个做买卖对吧 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更高的追求啊一个道德规范什么的 所以我们在市场经济上会会设立一些bar 会设立一些禁忌 比如说毒品不能买卖啊呃性的这个交易呢 嗯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地方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太大对社会影响太大 但是做作为这个这个呃互联网的这个东西他刺激你的那个最简单的那个东西 对这个需不需要控制需不需要我们设立一个标准来 因为很多人会沉迷他会造成社会问题的 会沉沉迷在这上面很多年轻人就呃十一二点不是十一二点了 现在是一二点钟也睡不着觉就是不断的刷这个视频 我知道他他停不下来那这种东西的话 他会不会应该有一个社会的这个立法或者是有一个规范 控制一下他的这种这个算法他的目的不是说他为了一个呃一个社会公益的目的 他是为了挣钱的 嗯我恨不得作为我公司来讲我恨不得你二十四小时一分都不要一分钟都不要走一直给我刷那我就挣钱了 他的这个动机是这样的那社会到目前来讲我看是没有什么呃什么东西去控制他 因为我我我先说吧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对于立法机构来说嗯可能是太新的一个东西对对对对他们需要反应对他们需要去搜集相关的案例 甚至他们要真他们要需要去证明这个事情是有害的对他有个滞后他有个滞后性但这个滞后性他这个滞后性已经远远赶不上这种科技发展的对 所所所所能制造的这种超越的速度嗯所以我自己对这样所谓的算法立法或者是说明文规定特别细节的呃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立法你你这个话简直给我一个提醒 我觉得小样说的特别对就是你立法的这个滞后啊你不仅跑在他后边你还跑的比他慢 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讲什么facebook的算法人家已经元宇宙了对哈哈哈你跟不上他这个恐怕是以后你很快就会发生就是我我们现在可能都还觉得好像是一个是一个天方夜谭啊或者是什么机器控制人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快会发生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在发生了比如说我说这个gps操纵我找路 这只是其实是个比喻嗯现在你知道吗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在一些高等的学校在一些特别注重孩子教育的这些家长他们已经开始用软件去规划孩子的未来了 嗯这孩子的呃可能他的兴趣他想他的梦想是做一个艺术家啊的画画但是呢 ai 通过对他的画作的分析对他个性的分析对他的甚至是一些神经的机能的分析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最后这个算法跟你讲嗯你最好是做电气工程师啊你你你这个艺术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然后父母在一家影响那孩子就嗯你最好是做电气工程师啊你你这个艺术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转过来了我并不说这个对孩子不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都听从于一个算法的决定的话 我们人类就变得很可怜了 你明白吗我们是奴隶啊奴隶跟自由人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选择一切都是主人安排的我们现在如果甚至包括这个呃甚至包括这个职业选择 你都要听 ai 的你都要听机器的你还有选择吗 这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得叫我自己觉得更多的是要交给人自己去决定就好比说我们耍手机 那你手指动不动完全是自己 控制的嗯那么只是说 他推给你的这些画面或者影音 非常具有引诱性或者诱惑性 会会去触动你的这种 呃低级一点的神经反馈 但是 那人怎么做那完全取决于个人 那我不同意你还是可以把手机关掉 我还是不同意你这个 为啥呢 你这个理论同样可以用在毒品上 我毒品放在这儿是你人打不打呀 没有人去强迫着给你打毒品啊 对吧 但是他的诱惑太大 你那些影君子的话 他根本听不下来 就是你你你你这个 这个 小视频也好这种这种社交媒体的 呃这种高刺激性也好 他对你来讲 你不能把 这个责任全部交给人 那就是因为你一直不坚定啊 那就是因为你你你你不能克服这个诱惑 所以你晚上一两一两点钟不睡觉 但是问题是这个诱惑在这 这个诱惑对我们来讲 尤其是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讲 他是一个伤害 对这个但是小杨讲刚才有讲 你要立法的话你根本追不上他 怎么办 但我是觉得是不是 我这只是我个人在那儿瞎想啊 我觉得如果立法是从反过来的角度呢 比如说你受了伤害可以去跟这个平台去 索赔 那这个平台自然他就会要想 我在算法上我要怎么去改进 现在好像就是在做这方面的事 对对对 就是在做这方面事 有些青少年被那些特别身材特别好的人那种诱惑对吧 然后那些恶性的去减肥造成一些身体的伤害这些都有 也可以去告 但是我觉得我们 北美的法律就是你在不断告的过子过程中去不断的立心法 但我总觉得这个就像小杨刚才他刚才那个一讲我一下子就觉得担忧我的担忧程度一下高了一击 你立法会跟不上他进步的 他马上到元宇宙了你又怎么办 就人都人都已经不是一个实体的在在这生活了 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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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幻境里面的一个一个一个替身 去去去去生活 你在那造成伤害又怎么算 比如说那个人把你暴躁一段 打你两个耳光 让你设是让你这个很很很很受伤害 但是你到物理中间人家又没没打你耳光 又没有伤害 比如说对 他能不能在就是 把心理的伤害变成一个可以量化 对对对对 总之我们在不断的不断的去追赶这个技术的进步 我觉得挺累的 是很累 不光是这个 我其实 AI 一个是对我们就是选择方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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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觉得特别担忧以外 还有就是他对我们社会结构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 一个 我给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我看了一些数据 我觉得挺挺震惊的 就是 通用汽车 1979年 他的年利润是1100每1100亿美元 这个1100亿指的是今天的货币啊 不是当时 今天的货币相当于1100亿美元的时候 他给社会提供了84万个工作职位 记住84万个 那么到了2010年 谷歌公司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 他给社会提供的职位只有3万多个 84万降到3万 然后YouTube这个平台 他当他达到价值是16.5亿美元的时候 他雇佣的人是多少 16.5亿美元 的这个年销售的这个 这个公司 他的雇员只有65个人 所以我觉得才是这些公司 要 要 我不说是加强管制啊 他就更 他就更应该像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 我在这个平台上受了伤害 我觉得他就要负责 他不能说以什么言论自由 或者说我这只是平台 那个是那个用户 给你提供的 他不能再推卸这责任 他才 他才 他才那么点人 我觉得很生气 就是 他不给社会提供 提供就业职位了 就是他可以赚 他让这个社会的财富集中的特别快 16.5亿 我觉得他 他完全应该是去雇更多的更有才华的 或者对这个世界的见解更有判断力的 这些我刚说到的这个新闻守门人这种 他应该雇佣更多的人去帮助 他能给人类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啊 或者是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 忽略了这方面 对我觉得 他完全就你想他 只用那么点人其他全靠机器 对对对 那我们接受到的信息是什么 对对对 不就是垃圾信息吗 对对 他为了利用他可能把更多的 更多的这个 职责交给了自动化 自动化实际上是很少几个人设计的一套一套算法 然后根据这个算法去自动的 筛选东西 那这个时候 小杨讲的就是人可以去控制机器 他经常跟他讲那个日本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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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的 对对机器控制的概念和西方人不太一样 这个我听听年轻人讲一讲 这个日本人他是只是怎么一个 是的那么这里我们先我先介绍一个很有名导演 这个导演呢是一个日本导演的押井手 可能很多屏幕前面的人都见都听过或者说看过他的作品 这位呢是出生在或者说他成长在一个日本 经济泡沫时期的这么一位 现在你说中年人比较好了吧 那么 他呢 那在八九十年代他有过一系列的 电影 我做动画作品 那么 可能最为全世界的人所知呢 就是他的1995年版的这个 工科机动队 工科机动队 这是1995年版 因为他围绕着工科机动队这一系列 或者说 IP吧 他有 很多 还有现在还有 真人版 真人版 是好莱坞制作的 这里就不说了 那么他 在1995年的这个工科机动队出现之前呢 他其实 已经出名了 他做了他对科幻的理解呢 在我看来他是反映出了 代表了一种对亚洲人对于经经济疯狂发展 然后他他想反映的是科技的疯狂的发展 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的一些负面的焦虑 那么这种 当然了他在二三十年前 做做的那种前瞻性的影片呢 可能跟现在的 这种科技发展有一点点背离 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 人对于科技发展的一种焦虑 那么 在一九 在九十年代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 他就做了一个 根据一个IP叫机动警察做了一部电影版 然后 我们都知道 这个西方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阿希莫夫定律 就是机器人三原则 那我 为大家复述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 人和机器人 之间怎么共处 他有一个铁律 那么也就是 这个 我们一般意义上以为的机器人可能跟人 长得一样或者说无限接近 他起码是个人工智能 对 但是其实呢 现在 机器人 跟我们 大多数人和他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他机器人可能就是一个机械臂 在工厂里面或者是说 机器人他不是以类人的形态来制造的 那么再回到亚金首的这个 这个他做的这个 90年还是89年的这个 机动警察动画电影 再引入一个概念就是 可能我自己观察到的是 亚洲和西方他们对机器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 不太一样 那么亚洲人他们 总是觉得人呢是必须 凌驾于机器之上 人是要永远掌握对机器人的控制权 这个控制权体现在 人是永远是控制机器人的 就是 我的我的意思是这个人是要操纵他 实体操纵他 就是机器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那是你人的责任 对 那么 西方呢可能是 就是 运用到之前阿希莫夫那个机器人三定律 就是给予机器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是 底线是 不能伤害人类 甚至要 在某种情况下牺牲自己去保护人类 但是 这边再再插一个题外话 这个机器人三大定律 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是 可以有漏洞 有漏洞 我看过这方面对 有漏洞 但是再回到 90年的这个机器人 机器 机动警察动画电影 为什么要说这个 就是因为 呃 这个动画里面有一个反派 这个反派呢就是个马龙 马龙 他为 程序员 对他就是个程序员 他是一个 做机器人工厂里的顶级程序员 但是呢 他给这个机器人的操作系统植入了一个木马程序 嗯 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啊这个木马程序会引发机器机动机器人的暴走 就是说 本来是人操纵机器人的 但是在引入了一个更加智能化的系统之后 在特定情况下 这些 上千台的机器人 我们讲的是比人还高大很多的机器人会暴走 不受人类的控制 嗯 那么 这个电影 这里因为 我不想剧透 因为这个 这个很不错的作品 除非他们给我们广告费 是的 不给他们大广告 对 对 这里想说什么 就是说 呃 这种机械引入了智能化之后 所带给 亚洲甚至 尤其是日本人 尤其是这个 对于科幻有 自己理解的 家经手 一种怎样的焦虑 从这个作品里可以体现出来 这也可以代表 在八九十年代 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经济如此发达 甚至产生大量泡沫的时候 那么 最顶级的媒体人 就怎么看待这个 智能 发展的现象 就好比说 他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一种 守门人的职责 就是 推荐给大家这个机动警察 1990年 我觉得这个他 他对 这种人工智能的看法 就是对控制这个看法 它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 亚洲的 人和自然关系的一个哲学思想 和欧洲的 人和自然关系一个哲学思想的不同 就是 亚洲人呢 包括中国文化圈 日本文化圈 而一直觉得人是可以 你自己修炼可以成仙的吗 我这个这个这个是是一个一个通的呀 人是可以决定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们相对来讲 宗教的这个色彩比较比较浅 而欧洲呢 他是有一个基督教的影响 所以他人和 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人比较无力的 你必须要去祈祷啊 你这一切的权柄操纵在上帝手里 就是人你是相对无力的 所以欧洲人可能就是西方人可能会更加担忧这个技术 会 out of control 就不在我的手里了 我控制不住了 那东方人的话总会觉得就是 呃 我可以控制机器 那我可以把这个机器做的更好怎么样 但是即使这样 小杨他讲的这个这个动画片 也已经透露出就是哪怕东方人都已经开始觉得这玩意 我可能就会有一个木马程序也好干嘛也好 他可能就会不在我的控制之中了 但是这个讲的还我觉得还相对比较的浅 就是他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好像出了事故还是怎么样 就像我们刚才一起讨论的这个一样 是人类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不断的接受他的控制 因为他的控制太舒服了 太方便了 你明天根本就不用考虑你是买青菜还是买 买买买买买肉 他给你决定好了 甚至他已经给你叫了外卖了 你连买菜这事你都不该自己做了 我们会慢慢的特别舒适的 有个词叫娱乐致死 我们是舒适致死 对不对 完全躺平 完全躺平 然后这个时候你你你会感觉到你人的存在的价值在哪 我们所有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 所做的每一步的选择的积累 对吧 如果你奴隶我们经常说奴隶的生命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他没有选择 所有都是主人给他安排的呀 你当人类也变成了主要大多数人也变成了所有的生活都是很舒服的那个机器给你安排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不做选择了 其实在那种情况下自由也就没有意义 自由就没有意义了 自由的意思就是你选择的自由 你你现在没有选择了 就而且这是你心甘情愿交出去的权利 不是没有人强迫你 你你你你你不听GPS对吧 可以 没有人强迫你 结果就是你撞的头破血流 现实给我们设置的一道墙 我觉得我们 最后是应该能突破这个墙 但是我们现在起码应该能看到这个墙在哪 会会感觉 起码我们心里要有个准备 我是在想 未来的世界会不会人类会想 哎呀我要是能犯个错就好 对 就是 人是一个人类不能犯错的 时代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想想 作为现在的人 现在的我来想 我觉得挺恐怖的 是是 你之前我们俩讨论的时候 你跟我提的这个事情 我我是没想到的 但是我一下 我觉得你讲了这个以后 一下引起我很多的这种思考 就是 当一个人不再犯错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是机器给你安排好的时候 那你人类的这个前进 人类的这种上升 就没有一个试错机制了 没有多样性了 我们大家全部都是 就是一按照一个统一的模板去选的 然后整个社会无比的和谐 没有一个人去犯错 没有一个人去 去找一条就是 就拿GPS做比方的话 我们大家都是按照那个已有的道路去走 没有一个人在想去 找捷径了 那这个捷径就是我们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就大大降低了 没有试错 没有人去犯错误的话 这个社会是不会前进的 我们一定是在不断的犯错的基础上去 去去去去 找一条 这条路不行走不通 再再试试这个 走不通 再试试 最后试到有条 哎能走通 我们是这样 去发展的 如果所有因为AI他毕竟也是我们人类设计的一套代码 一套算法 我们全部按照这个算法去做的话 人人不出人人不出错 哈哈哈 人人的命运都是靠机器去安排的 整个社会他不就 停滞了吗 就就没有没有一个 会导致人类灭亡 真觉得 这样的情况下 真的感觉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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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灰暗 但是 我们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 是不是跟 我们现在追求的人人平等这么一个概念有一定的联系 因为 呃 我们知道在之前在很在在在 一两百年之前 是 那种阶级阶级的概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么 呃有大量就有钱和 没有钱的人 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天差地别 那么在现在 随着至少 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么 他这种人人平等的这种观念我相信 比 一两百年前 他会更好的多 那么 刚才您说的这个 呃不会再有错落 那 其实他的本质是效率的体现 就是 他是一个效率优先的 这么的一个选项 我相信 很多人 或者说人们在下意识中会选择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他们遇到的无论什么样的困难就好比 导航 对吧 那么 呃 正是因为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去选 更有效率的那条路 所以会造成 呃 我们会把更多的权利交给机器去算 嗯 啊 这然后我们就专心致志的去试错 哈哈哈 就能够能够程序化的东西我就交给机器 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光明面的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我我我这个程序化的重复的劳动我全部交给AI去做了 那我去做的呢 我可能专心致志的去做一些突破性的事 对我觉得一些存理性的东西你交给AI其实我 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因为因为这个其实不涉及到什么感性的东西 但问题是比如说涉及到人类价值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我们 所看到的这个信息世界就是媒体 社交媒体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事关人类 核心的就是人类价值的价值对对对 但是你把这个交给了 AI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价值本身就是像我前面讲体现在选择中啊 是啊 你没有选择了你就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在那个尤瓦尔赫拉利讲的那个 他对21世纪他对未来的预测中间他就觉得人类可能会 分成他按他的话讲叫 神人 和和无用的人 神人就是他 他们完全和机器融合 呃他来操纵机器 然后他他的进化的速度 是机器的进化速度 而普通人呢 因为 这个社会也不需要你了 就按他的讲 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个 也是你通用汽车 那么84万个职位 YouTube65个人 那大多数人的话 他不再需要你去工作了 那怎么办呢 你看现在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 以后的这个福利社会会越来越严重 也许我们我们这一代人觉得不好 觉得这个养养人觉得这个这个这个福利太多了 但这个可能他以后是一个不得不去实现的东西 因为 社会不不需要你 你你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上班 你干嘛 现在不是那个叫 杨安泽 安德鲁洋他不是已经提出那个叫UBI吗 对就是每个人你不用上班给你1000块钱一个月 你就把把你把你你就你就老老实实也别犯罪 就就是就是实际上社会把你养起来就这样 那以后的话完全可以就是 这个社会的话就不再需要有那么多人 这个是我其实刚才想聊的就是他整个社会的结构变了 他不再是一个仿锤形的不在他是 0.1%的精英所谓的神人和99.9%的 庸人或者说 无用之人在社会底层 我有我的真正的担心是我觉得这种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 你你感觉底下的人 他就不觉醒吗 你其实如果我们看过那个美丽新世界 赫旭黎那个美丽新世界他完全就是美丽新世界的 呈现了他就就是美丽新世界了 对不对 那这个社会他稳定吗 我我的担忧是这个 这我觉得不光是一个稳定的问题啊 就是 当然你是从实就是 实际作用的那个角度去说啊 人类 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用的 但问题是你在一个 所谓人类永恒的价值 这个上面去去思考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 不能说没有用 就没有一个人是 多余的 没对是多余的 就是 我们 应该是我觉得在未来的社会里 即便是这个人 不去工作了 他也应该能找到他的 价值 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 可能 比如说 我可能是去 创作一个什么 艺术 也好 或者是 本来就是跟他完全能够表达 他他个人的一个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什么事情 去做 就自我表达他这个不一定是为了 其实你这个 不是为了挣钱 对对对你这个是马斯洛最高的那一集 他他他他底下的生存 这些全部满足了 对啊对吧 然后他去去实现自我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我觉得如果AI能够是 这样子的话 他就 我觉得就是AI不要去涉及到人类的精神层面上 就是他在 比如说去满足人类的物欲什么上面 你去能够比如GPS这类的 就是你你能够就是 就是是这些是交给AI 重复的程序性的对对对 物质的这个需求 你给我满足了 然后我就专心致志的去试错呀 搞艺术创作呀 甚至是专心致志的谈恋爱啊谈他一辈子恋爱 反正这什么也不需要担心吗对不对 这个是 呃不好意思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我想最后提一个特别刺激的问题 也可以留给观众作为一个一个一个思考题吧 可以作为一个后续 AI有没有灵魂 他会不会发展出像人类灵魂这样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开头那个小杨说的那个 谷歌工程师的那个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事件我是我们 我们特别担心的一个事 也是我们就这个有点形而上的 有点像哲学思辨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什么叫灵魂 嗯他他你怎么去定义 图灵实验大家都知道了 图灵实验就是就是这个 一个幕布后面有个计算机有个AI 然后你你不知道后面是AI还是人 你不断的给他问问题 然后问到他是70%的通过率还是多少 就是问的问题以后 有70%的人都分不出来那个那个回答的到底是AI还是人 那你就可以认为他有灵魂了 就是他有 觉醒了他有思想了 或这样 那那个谷歌工程师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判断他有可能 有可能 但我觉得 可能那只是误解吧 我我觉得灵魂可能更微妙 应该 我觉得AI是不可能 你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也不觉得 我也觉得灵魂这个东西啊 他很难去定义 什么叫灵魂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 坐在这儿 我当然知道 我是有灵魂的 OK 我这个例子可能不礼貌 对不起 我只是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怎么知道你们两个有灵魂 我不知道呀 我只是猜测对吧 你的行为模式这些跟我都一样 甚至我可能就是像那个matrix电影一样 电影里面一样 我是睡睡在一个营养缸里面的 他专门有一个哲学实验就叫 屏中的大脑 Brain the vault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屏中大脑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实的 你们可能是电脑制作出来的一个影像来陪我这聊天 陪我这瞎砍 完全可能对吧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我连面对面的人我都不敢确定他有没有灵魂 我怎么去我拿什么标准去确定机器有没有灵魂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太悬了 就是太虚了 只是我们一个好奇心去问 就有没有灵魂 但是你实在是很难去给他 下一个定义说 这个到什么程度他就教育 你因为灵魂这个东西你本身都很难定义的 对灵魂本来也是一个非常虚的词 对对在这里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出个答案 对我们就是这虚虚的聊一聊啊 让大家今天晚上能够不震惊 能够和我们一样去 开脑洞去想一想我们未来的世界会会是什么样 呃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就是 对这种未来的事情会有些担忧 就是我们不知道 尤其是像我看到我的女儿整天就是在这个虚拟网络上交朋友 我都不知道他交的是什么朋友 有一天 我在开车 突然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自加利福尼亚 啊他要找我女儿是个小孩 10岁的小孩 我说我女儿怎么会认识你呢 他说我们在网上玩游戏认识 所以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就是对这种 还没有到来的未来的话 我们会天然的有一种警惕有一种害怕我但我觉得这是好事 哪怕我们这聊的挺虚的挺那啥的然后就是陪大家聊聊聊天看开心心的 呃但是这个能够促进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进行思考的话我觉得不是个坏事 嗯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 技术进步本身他不会是一个灾难 只要我们能够提前我像我们这样 已经开始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了哎说不定这事就不会不对劲 这是也可以看成 看成是一个光明的一个一个结尾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今夜不震惊 我们 每天 以后现在我们的节目还不够以后我们争取是每天 都有 一起 伴随大家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